貴晴明大哥 宇航老師 出發接人 然後那個 葛大哥 蔡哥 然後各位朋友 那個 我本來那個跟兩軍講說 因為我不是在一個很好的狀況 可是本來講那個狀況已經不好 結果昨天要來這邊之前 昨天跟小孩在那個 星巴克等下 然後英文課 英文要下課 結果突然我們前面要直接站起來 我腰肉 整個拉傷 那這種到這個 就是 剛才那個宇航老師在講到說 音音殺手 然後像我們這種 火機上那個聽這個音樂起來的時候 就會很有感覺 我心裡想說 貼得到我也進入到火機上的 行音 行隊伍裡面 就是 那我覺得像我如果到現在我面對 因為現場面很多是年輕人 就我也變成是打輸了 也變成是火機上 就是像火機上如果到這個階段 腰去拉傷 我這樣面對到黃臉坡 就有點尷尬 就是 你腰怎麼回事 我個人解釋說 我其實只是 因為我讀了 我正在星巴克讀 賀錦斌拉克的小說 讀到可能是笑到 就是像他小說裡面解釋說 談哲學 談到高潮 談到整個雞爽 那我這邊 我蠻緊張 我就先講一個勞哏的笑話 是我小孩跟我講 然後我一些短語在哪軍 一軍短都聽過 和勞哏是跟上帝有關的 其實我本來想畫一個 我出門前來上網去 網路去談 跟上帝有關的笑話 你大規關於上帝有關的笑話 你大規關於上帝有關的笑話 我覺得我很像可以跟賀大哥 在Pub裡面一直講 一直講 關於上帝的笑話 太多很好笑的色情的 許願的 時間 時空緯度的 舉闊跟毛小 你看他這個小說裡面很多的 黃色皮笑話 不過這個笑話是因為小孩子講的 比較純真 他就講說 有一天耶穌基督跟摩西 跟一個很委屈的一個高老子 三個都在打高老師球 就是比賽高老師球 然後後來那個摩西就先打 就是先會幹 打 然後那個球就飛出去 就掉在一個屋 屋裡面 高老師有場旁邊有個屋 掉到一個屋 然後球就沉下去了 然後這個摩西就走到 那個走走走走 就走到那個湖的旁邊 然後就把高老師球 這樣取起來 那那個神機 摩西會伸好汗 然後那個火鍋就 噗啦 水就這樣伸開 然後就露出那個湖底 就是很美的一些魚在海域 然後貝殼 動物的海域 然後海藻 然後摩西就不晃不晃 那個球就在湖的底部 然後就啪一打 就應該驚動了 接著後來耶穌基督也是 換他打了 神耶穌基督也 一揮蓋 啪一打 又是掉在那個湖上 可是這次那個球 是在湖的水面上漂浮著 那耶穌基督也是非常美 穿著一身發光的白頭 很美 就是神奇嘛 耶穌基督就靈波 就拿著球竿 就走在那個 波浪然然持續在搖晃 然後他站在那個波浪上 然後那個球 啪一打 又是一乾淨動 接著就換那個死老頭 看起來很猥瑣 就髒髒的髒髒 然後他也站在那邊 發球區 一打啪 打太大力的球 就飛出高爾夫回頭 掉到外面的公路 掉到公路上 一部卡車開過去 嘎 那個球就被壓到 然後就掉到那個池塘裡 掉到池塘裡 一隻青蛙 有過來就把那個球吞下去 剛吞下去的時候 天上一隻老名子 中下來把那個青蛙 掉得飛上去 剛往上飛上去的時候 有一輛七十七的科基 吞這個科基飛過去 然後那個老名嚇了一跳 就把刁住那個青蛙的嘴 鬆開了 青蛙掉下來 掉下來的過程 就暈了 就嘔吐 就把那顆高爾夫球 從肚子吐出來 然後那個球就掉到 那個球 一乾淨動 球就淨動 然後這個時候 摩西就把那個球 這樣往地上一算 然後就對旁邊的耶穌基督說 幹叉叉 所以我說了 我最討厭跟你老爸一起比賽 要一次球 對 沒有 沒有更客氣 好 我講這個不笑話是 我在看 賀錦碧大哥的去年在哪 阿魯巴 對不對 去年在阿魯巴的時候 其實就我 我現在45歲 我是從 20幾歲的時候 是跟陳國斤 他們一樣的 是一個充滿 對 台灣 我覺得台灣那時候 9090年來 我就是陳宇航老師 那時候是 挑我小說的評審 就是我覺得 台灣在那個時候的 小說講 或是小說 會出現一個 很像是一個 好像馬盒思賢 百年孤級的 剛開始 萬事萬物 都還沒有被 身手去命令 充滿了一個 萌紅的 一個好像遠骨的 可是好像是 無限創造可能的 充滿無筆自言的 那時候 可是我們是在一個 順時的時間 我們也想像著 一個小說的心圖 我們當然很多是看 外國的 日本的 歐洲的 法國的小說 拉美的小說 可是這時候 比如說有一些名字 他在不同的年代 出現的時候 那一篇小說會很奇怪的 他會 很多當時 你看這樣 從我20歲到45歲 已經25年了 每一年都有不同 尤其到這幾年 文學獎非常多 而且都是非常強的 我作品 一直出來 那個物種的競爭 是越來越複雜 可是有幾篇小說 像後來碰到我 比如說碰到我 碰到黃景樹 碰到董啟章 碰到董啟章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種很奇怪的 時光懷念的感情 有幾篇小說 他就是跟 那個年代 同時得獎的那些小說 不一樣 他就會變成一種 很像演化史上面的一個 非常奇特的 發光的一顆傳史 比如說張大孫的江軍碑 他在那個時候出來的時候 他就會劈開了一個 原來可能在一萬字左右 展開這樣的一個時空 我們那時候會流行說 魔幻寫詩什麼的 然後比如說 黃帆賴索 他可能在那個時候 寫出了什麼什麼時候 那比如說美卵投家 那比如說 在座陳永豪老師 蘇芬姐 就是都有這樣的一些作品 那比如說朱天文的 施季末的華 文詩寫到其華麗 可是其實是寫一個世代的 集體的虛無和死灰 那比如說黃景樹的余涵 比如說董啟章的暗卓真妮 比如說袁哲生 黃國俊 各自在一個小說裡 小說在調度的可能不是一個 之前的那個維度 之前的維度對於小說 這個說故事的技術的可能性 或是說文字上 可以推到怎樣的高度 有的文字是空調的 然後有的文字小說 那這裡面其實有一個 發光的一個名字 就是賀錦兵的速度的故事 剛才陳國慶有講到 像我們後來 像我已經練歐級上了 我碰到黃景樹 我們在談的時候 他其實有一個很奇怪的 在跳島式的一個名字 是速度的故事 可是他非常奇怪 就像這本書裡面 有一張寫到那個男主角 帶著女主角 到那個一個虛擬的動物園 然後他是在那個虛擬的 那個巴比倫的這個城市 整個是虛擬出來的城市 一個虛擬動物園 他們整個看到一個 虛擬的演化劇場 包括他寫得非常搞笑 我剛才有一個老師帶來介紹一下 我先找一些什麼泰國康 一個雷電打槍 很像我帶有小孩 去台中的特朗館 就是特朗館 然後有虛擬的達爾文 然後他也會跟他打枕砲 然後玩一些關於這些 然後進化論的一些 然後他會發覺到說 其實我們以為的這種蠔類 我們以為的動物們 我們以為的這個演化的這個數字狀 其實我們是在一個非常分岔的地方 可能在真菌 可能在細菌 可能在極度濕熱菌 能夠造出碗的菌種的這個分布裡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繁複打拍的 有可能的地圖 那某部分在這個地方來講 在我的情感來講 好像後來的演化 就在地球上有好像形成了 好像是我們人去想像地球 我們看不是哈威爾 我們剛剛看到是獵豹 獵豹的結構 其實這種演化的邏輯 發展到了一個極致 列準 他促衝的時候 他的眼球的構造 是上帝的構造 他可以在這樣溝通快速 一直切換不同的視窗 我們可能看到丹馬 我們可能看到這個大型的金 我們可能看到不同的場景 就是神的造物 可是事實上很可能在地球的 幾億年前幾億年前的過程裡 他剛才亞軍在講到的 賀吉兵大哥裡面寫到的 不管是量子 他說量子 不管是講到薛英格 不管講到量子的一個家太 不管講到 超學 他用女人的陰道去講到 他其實可能在演化史的一個 規律的一個圖景上的時候 有很多非常神秘的物種 他可能在台灣的小說上 這個物種的演化就絕後了 這是我後來 我們會很感慨說 也許後來的進化發展是要接 我們後來又出現像同瑋德 像玉可言 像 像 像 甲耀明 好像也是展現出 不可思議的狂想而患 或是歷史上的反省 或是對時間上 或是對於雙面 雙面圍肉尼塔 雙面的一味喚醒 或是虛構 什麼種種種種語言上的稀耍 巴赫丁寺的一個雜魚 洗到了兩柱米 種種種種 我們可能各種台灣的這種畫像 可是我有時候還是會 存在一個很奇幻的鄉愁是 可能在這個演化神秘的一個 剛剛在講到的 像 他寫到的女人的陰道去寫到的那個 賀爾伯特的那個刺文 為超弦的那個空間裡 曾經有某一種物種 他進化到已經是 像獨錦他寫的那種真理 他其實是一種 完美到不可能的物種 可是這個物種 他在時光的演化 演化大演化的一個種行上 他非常奇怪的 很孤平的 只有他一個 停在那邊 後來的人文竟的他 那一直到剛剛 已經提到的2015年的 這個 去年的阿倫化 也必須這樣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我那個時候 跟黃奇珠看到的時候 其實突然回到 很像少年 我會覺得少年的激爽 狂歡 快樂 就是 可能我們在很多時候在談 比如說在談波赫世 我們在談波赫世的 很像 在講民意殺手 很像在講AI 在講虛構這件事 波赫世的環虛 在講夢中照明 我記得有一句非常美的 波赫世在講夢中照明這件事 他有一段話他寫說 筆鑄鋒成形 把鑄鑄造成一個形狀 鞭鯊為神 把鯊子鞭成一個繩子 這是不可能的 而且是徒勞的 是非常 是可能只有你在一個超強的 瞬間的那個 他說掉之前的那一瞬間 你才看得到那一刻照景 更難的是夢中照明 那其實我 我覺得我也在小說的部分 我也變成在小說的虛構的這個手工 這個行列裡面 也一路跟著這些前輩走到這裡 我也換了 我也在一個虛構的世界小當中 我也付出了非常大的物質性的毛豆 但是我覺得很奇怪的是 你看到去年在奧米巴的整份書 我到昨天夜裡還一直在重複在看 我確實非常奇怪是看到他在講 薛定格的貓在講量子力學的整個 到後來Home Nation的風調 全部在談 談的是一個完全不存在的超維度的 一個超小的世界 然後或是說 他談到海德格 他談到抗德 他談到菲格爾 他談到邏輯 他談到旅行的結構 然後甚至他在討論跟他講到雞雞 他講到雞雞的時候 他是用一個客服專家之間 跟一個客人之間在討論 這個雞雞要裝滿 然後他討論說你們雞雞的開發 你們都有這種虛擬雞雞的開發 我覺得你們其實應該要去看 李維史托 因為我覺得你們對結構是有問題 你們沒有尊重結構 你們是 你們是會跑到有機會 我覺得很奇怪 真的我會變成像 他裡面寫的那個人物是 我可能會因為 太長期的在一種 可能是以書情 可能是以歷史的幻覺 可能是以男女 可能是以城市裡面 分解掉的 分解掉的 或是即興衝突掉的 人的主體的流離失所 甚至可能到一個 主體的 族群的 我的暴亂 或是可能是到一種 絕望的 絕後的一個 我一直在寫的 單靠的DNA的 金子 我變成一顆金種 我覺得好像是在這個維度上 一直在展現自己的創造力 活發 或是想像別的大的小說家 他們怎麼樣在空間 可是長期下來 甚至我的同世代的 群體們 都是非常接口的 我的同伴 普拉平尼和他的中場夥伴 就是我們 我們是非常艱辛的 覺得我們在台灣小說上 在很辛苦的往前衝 可是突然出現了一個物種是 這個物種是把維度 拉成 它不光是一個星空的維度 你看到的星空 可能是他也沒想到 你可能是像 曼谷看到的星空 或是你可能像 曬上去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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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花或是時間 問題是他打開的是量子 是 霍金 在講到的那個 那個 那個厚爾伯特的 那個空間維度的一個模型 他講到的是整個宇宙的 幾個大模型 是怎樣的形成 或是他說 我現在講的非常的 他有了 枯燥或是 追不上他裡面 凡夫的龐大的姿勢 可是他裡面其實 像剛剛 有龐大哥講的 是非常好玩的 非常激爽的 突然他的左腦跟右腦 然後這邊 左腦在這邊做一些 屁的 把妹的 怕我裡面在耍 耍耍 學問 在把妹 可是他的右腦開始 是他的 代表他的 雞雞蛋 講話說不要囉嗦 趕快 我其實就是在想他 然後他裡面各種可能的原型 就是我剛剛講說 我們可能還 聽說在 波和時代講說 如何把夢中去造人 夢中造人是 他在夢中想像出來的那個人 然後如何把 宇宙學 神話學 世界形成的原理 去灌輸到 在做夢的方式 灌輸到這個人的腦子 而最後就是這個人失靈 做夢者失靈 所以整個滅掉 造夢書這件事是滅掉 我們好像還在這個維度上奮鬥 可是我覺得賀錦斌 不知道為什麼他已經跑到一個 我在看這個小哥的心情是 因為剛剛 剛才有龐大哥講說 這是不是未來的一個經典 在我的情感上 我不知道經典是什麼 可是在我的情感上 我覺得我好像 手上跑到的一個 剛才講到的一個 很愛喝品力士啤酒的上奮 他假裝成小聖家 他的關於創造 宇宙的一個維度的一個 藍本的一個工具箱 我在看的時候 是有這個心情是覺得 我手中翻開的是一個 猥瑣的上奮 然後在他的 馬妹的尾上奮 他的一個工具箱 這裏面充滿大賴關於 製造這個宇宙 可能需要他的知識 跟他的驗反 跟他的迷惑 跟他造出來以後 那在創造之外 還有什麼可能 在創造這件事情的 另一個維度的變化 或吞噬 那這就是我的心情 謝謝 謝謝 我們到尾上 把那個